所以越西西就向我 向越西西提出 他们每一个来的人 他会跟他讨论 他们在美国的学习计划是什么 那我就要说 要去立法达原子弹基地 那越西西就帮我找到了 FBI还有能源局 还有国防部 同意我进了原子弹基地 就做成了小蘑菇云 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件作品 然后这样的话 就使我有一个很好的 在美国的一个开头 也有一个方向 也是奠定了我在美国 被留下来的一个基础 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 那个眼睛睁大了 都是除了老师 后面的墙上贴的就是毛泽东 还有马克思 恩克斯 列宁 斯塔林 这样的像在那个一大牌 所以年轻的时候这么多灵修在那边 看着我们 我们看着他 但从我这么很小的眼睛看过去 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对我们看起来 跟我们长得很不一样的 外国人肯定是很吸引人的 他们长得一个很大的鬍子 这么大的鬍子 对我童年印象很深 所以因为我的艺术经常是跟我的童年的记忆 还有我的成长的历史有关系 就在某一天我突然想到 这个鬍子用火药炸一下 肯定很像 特别好玩 所以我是有剪弱了这一套的形象 但是突出了那个龙民的鬍子 用火药炸出来的 就是ACC呢 在几十年的岁月里面 有赞助了六千个左右的艺术家 和各种文化工作者 在日本和美国和亚洲之间的交流 是把我一件童年的记忆 在少年时代 对马克思的鬍子的一个记忆 幽默的绘画拿出来拍卖 它可以支持年轻的艺术家 尤其是支持来自亚洲的艺术家 到美国来进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